屏東斜坡音樂季 樂團冠軍 旅在地歌手的演唱 嗨翻全場 為迎接2021年到來 三立門鄉將舉辦 歲末系列活動 首先25號開始一連三天 在森林公園登場的 聲鬥評鑑比賽 及部落市集 邀請民眾 一起來品咖啡逛市集 感受三立門鄉魅力 我們這一次一連三天 辦了部落的市集 我們希望把十個村的農特產品 比如說小米 地瓜 還有我們的咖啡 還有等等的紅藜等農作物 能夠有一個平台 來做一個展示 另外我們一直在 經營的這個地方 我們的地摩爾森林公園 未來是我們要作為 聲鬥的評選的一個場地 然後往外繞圓圈的方式 將所有的咖啡本禁師 現場手沖咖啡 為在地咖啡宣傳 咖啡生豆評鑑比賽 將邀請國際級的評審 及專業杯測師 相公所積極邀請 部落咖啡農參與 希望透過評鑑 幫助咖啡農提升種植技術 我覺得三地門鄉 它最大的特色是海拔夠高 800到1200公尺 因為咖啡豆是一個 很重海拔高度的一個農作物 海拔夠高 它的咖啡豆密度夠 其實很容易表現出它的酸質 以及它的一些水果凋性 積極地參與這些比賽 然後知道咖啡豆的狀況 然後品質提升 其實對整個咖啡產業 都是很好的 另外三地門鄉 也將在12月31號 舉辦跨年晚會 邀請藝人潮藍 葉安玲 安清雲 民雄等藝人 與在地樂團演出 希望能吸引遊客 到三地門嗨跨年 感受不一樣的原鄉風情 原始新聞歌手 屏東三地門採訪不到